这个是我的脚车 有时候会很重 有时骑着骑着就下雨了 然后就要淋雨 可是很好啊 有时有人还会送你一包Tissue OK回来回来不要再卖场了 so grab它是酸汤的 一趟大概是四五块 我拿到最高是六块四 通常晚上都会比较高啊 因为没有什么rider嘛 so它就会charge那个buyer贵一点 现在grab它有一个shift system 它有两个shift 一个是早上 一个是傍晚的 早上的是十一点到两点 然后傍晚的是五点到八点 so如果做两个shift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总共有十四个trip 我就可以赚到一个133 before incentive so它给的incentive大概是十多块或者二十多块 如果年轻的话 然后你做早上和晚上两个shift 像我这种不是骑两块啊 就是normal speed的话 大概一天就可以赚百五块啰 我可以讲average的话 每个小时是18块到25块啊 就看你可以骑到几块哦 通常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做两三趟这样啊 就要看那些定档来到几块啊 还有你在什么area 通常我都是在sout east area 因为它的incentive会比较高 而且它的restaurant会比较几种 最好是有拿到combine order啦 因为我们骑一趟就可以complete two trips了 我们来一个总结啊 grab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 但是它有一个flexibility哦 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可以去做 你不想做的话就可以不用去做 而且它是可以当天cash out的 就是如果你有五十块啊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pay 然后去你的bank account 所以我就是喜欢它这种flexibility啦 有时也是很爽 因为有人会给你tips的 其实要从grab赚多一个五百块不难 就是一个月做四次哦 然后那五百块其实也是很老用 可以拿来投资 你们不用给我tips啦 你们只是要帮我subscribe就好了 哈?你出新的video了啊? 是啦你都没有subscribe 我有subscribe可是我都没有看到 你都没有按钉筒钉筒